各位企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嘉宏的自然解說 那麼今天這盤棋也是我在野狐九段的對局 那我是拿黑的 那一開始一樣祭出我之前比較常用的這個 新小木一間跳的開局 那白棋就是非常簡單的在左下遞個角 那麼我就走到左上去掛好了 然後白棋就飛 那我走一個超大飛 右上點角 走一個擋完場好了 擋完場之後走到上面這個B柱應該是不錯的一個選點 好那看左上白棋要是怎麼接引一下 喔直接尖梯 尖梯完飛 並一個也可以 不過這個尖梯跟我場的交換我還是會覺得 好像黑棋是稍微得力一點 黑棋感覺蠻舒服 要不要左邊再拆一下 左邊再拆一下 這整個形狀感覺還不錯 而且下一步是不是有點打入的味道 喔感覺可以喔 嚇嚇看 那下面現在輪它動 或者是它要尖這個也可以考慮 喔打入直接打入 我這顆子要出來嗎 我這顆因為我覺得它這邊蠻 蠻硬的了 所以 我在考慮要不要棄掉欸 我是覺得可以考慮棄掉算了 你看它這邊都這麼強硬了 它那麼強壯 然後我還跟著跑出來 那豈不是 又把這邊又被 又被 又給走薄了 我覺得就棄掉欸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 好 反正我就是決定棄掉了 直接侵入這個桿嗎 還是說會太過分了 直接點在這 如果堅住 我衝完拐一下它虎 那我怎麼下 立下 感覺略過分 不過 是可以下下看啊 沒下過 喔它直接擋喔 直接擋那我撞出來 橫頂 哇那看來雙方戰鬥一觸即發啊 這我 沒得走了吧 它直接搬完擋住這樣就死了 這在場 直接被擋死 那麼我就 跳這個能行嗎 我應該是跳這邊吧 雙方互跑的一個格局喔 喔它跳下面 欸不過這樣子直接 我煎一下先手一跳一煎 它是不是會挺局促的 要不然我就先直接先跳過去了 也不用先煎這個 先煎先交換先虧 好 跳過去 它這邊大概也只能接住吧 那我再往前煎 這個白旗 旗形上看起來是蠻累的 靠出 那我再搬 擺一起是感覺蠻累的 不過我 前面這個頂 這多了一些點的味道 所以我也 我覺得我也不要貼太多 等一下人家這邊走一排之後 我左邊欠打這樣 不過 不貼這個好像也 也還是欠打 喔 看來沒想像中 沒想像中那麼愉快喔 被它貼到這個 真的挺難受的 我的旗形 哇 這個沒想像中的舒服 這下子有點 這個貼沒想像中的舒服欸 不過我這下還是把它貼掉好了 它就接著長 它也是還OK 好吧 補斷 直接這樣沾好像太 不過不沾的話 確實還是有斷 還是得沾啊 冷靜自補 直接擠掉 它也不跟你留 它也不跟你留一些什麼東西了 這種能不能搶個先手 不過這個挖打完提一顆子 還是挺難受的 我覺得我花一手其實 有一手幾價值 欸 還是我直接這樣逼啊 不過它這個挖打完提還是有斷的問題 算了 我覺得我花一手吧 這後續逼的話 這邊還有點入 對 所以我是挺想在這邊逼一下的 喔 不過這邊是不是還得補 立下能補到嗎 好像可以欸 如果力能補到 那我還能接受 點的話 我再直接都貼住它 斷我打完爬 欸那還可以 還是說其實一開始就沒有什麼 這個就不是太嚴厲是嗎 點 一開始這點我就貼完貼 好像 好像本來就不是很嚴厲啊 是嗎 不過我覺得這左邊確實味道多多 絕翼這時候不知道會不會補一手 現在開始讀秒 絕翼看會不會補在這種奇葩的位置 有時候絕翼就是補在這種奇葩的位置 喔算了我覺得補一手好了 補在這其實我覺得可以 因為 力的話雖然目數更好 但是對中間的影響力 挺差的 或者說中間人家就飛一下 它是連的非常厚 那它下那邊也OK 我們就 這個 逼住 其實我剛才能不能先搶一個這個頭 也是一個問題 拐掉 拐掉是感覺有點俗啊 不像是好奇 欸這奇不是還是有點點的味道嗎 不過這邊它馬上有一個虎頭過來 我來不及去點它這個 欸但是我可以挖沾啊 我挖沾完它就是有刺的問題 欸它這是不是下太快了 它這弱點整個暴露出來了 不對啊這奇 它這下錯了 它瞬間暴露出弱點出來 它瞬間暴露出弱點出來 它這下太快了 它應該就長就好了 喔它馬上 馬上轉手走到這邊一靠 那我這邊有一排 子力的情況下啊 我要怎麼走 我就不會像平常一樣下班了吧 我應該就上班 它搬我沾 它長我擋住 讓它在下面委屈求活 這樣子可以 搬我沾 它長我擋住 啊讓它在底下 這樣委屈求活 直接飛住 還是貼吧 飛到它也是小飛 其實它也是火起 它要火總是能火 但是 就看 委屈的程度 這我連一下嗎 連一下它應該還是得補 否則我這點入 看起來毛病多多 還是用長的 長跟點入哪個好 長跟跳哪個好 不過跳它還是長一下 跳它長一下可能還得沾 所以 是不是用長的 長的感覺它味道的確是 這一點 真的搞不清 它用尖的我覺得 我擋的是不是還是有先手 這個點入真的是 點它尖是不是 嗯 點它尖 好像好像可以 好那就算了 我們就 拿到一個先手 趕快 這右邊要怎麼下 我花一次想想 斑完跨這個好不好 斑完跨這個好嗎 因為它中間這邊都是它的人 所以情況會有點不一樣 如果能斑完跨下來當然是很好的 但是 情況已經不一樣了 這個要怎麼下 算了我還是走斑完跨好了 當作它這邊 其實都沒什麼用 我就利用這一排了 剛才這邊不知道頭 是不是還是應該先增過來 我覺得它這邊要 要搞我這個東西 應該沒那麼快 我這一手好像補的有點太早了 有可能啊 我這個不太確定 它這邊應該要斷我了 對 好 你藏的話我就飛這邊 我覺得上面其實是 蠻有彈性的旗形 應該 它要搞我應該沒那麼容易 還是我先虎 不過先虎它應該就是提 或者是打 它應該就是打 看我直接先飛好了 直接先飛 我覺得上面總是死不了 那上面只要能求火 那這樣子 我右邊至少能經營一些東西 然後再試機 欸 看能不能追究它這邊一下 走這個我就虎啊 那它敲 這我能沾嗎 沾它就提 我就不要沾好了 因為沾的話被它提 我右邊會包掉 我就直接這樣子 飛還是 飛還是尖啊 飛會不會好一點 欸 飛好像好一點喔 用飛的 尖的話是頭 它繼續在前面 我覺得 好像飛好一點 長 它這邊如果要硬貼住 我這就頂過去了 喔 提 麻我一下 我應該是 沾好了 因為沾 你用貼的 這邊人家有一個貼先手 它這邊就很厚了 走一個 它走一個飛躁 飛躁住 那我就給它拖過去 反正我這邊有沖的先手 欸還是我們跨的 跨這樣子 不過它這邊有頂 跨完斷它這邊有頂 8 7 6 5 我就跨 我就拖好了 拖它直接吃進來 啊不是吃 它直接擋進來 哇 這個 我把這下沖掉吧 還是我用單甲的 單甲也不行 它接 這旗型看起來很差 9 8 7 好了 我把它沖掉好了 俗沖 我覺得我只要能把它沖破出去 那它外面這邊的旗子 其實包括這一條 還有這邊 其實好像都還 有點薄啊 那它如果現在要吃應該不太像 我就直接沖破 喔 靠這個 尋求 尋求借用 這我就退好了 不要讓它有利用到 退的話我這邊也是 欸 五路為空欸有沒有 這個如果能圍起來效率也是驚人 它應該一定是想要搶 看能不能吃 吃 吃進去啊 但是我這邊衝破 它應該還是不太 不太能行 喔 所以又回去了 那 我就斷完打出來 嘛 打出來完之後這一飛 喔 跟左邊的連接就 很近了 欸 所以我前面就補在這 還是有好處啊 對不對 對於中間的照應 是更好一點 好 那我用飛的好了 欸這一下打掉 這一下打掉 確保上面一隻眼 要保留嗎 這個有必要保留嗎 算了我覺得沒差 它也不會去爬我這個 因為爬這個它 我擋的話 我後續這個力 它這邊還要掉東西 算了啦 我覺得還是可以打掉 這沒什麼差 喔 不過剛才說它中間有保衛 其實 不至於啦 我看 走兩下翻 它其實是挺厚的 我還是明則保身就好 自己能安定最重要 不過這邊貼過來 它是不是還是真的有一些保衛啊 我要先貼嗎 9 8 7 6 5 4 3 2 1 我還是先穩健一點 它這樣子硬要靠斷 反正我上面一隻眼 那中間一隻眼也沒有問題 現在的話 好這邊活掉了 那它剛才這個靠 其實也有點虧 虧掉 等一下它如果 它如果不靠 本來打在這邊是一個好點 但是它現在靠掉了 打在那邊 變成說後續沒有一些 對我有什麼手段 肯定會虧啊 肯定會虧啊 喔 它還是靠過來了 這我能扳嗎 它虎過去 有可能有轉換的一圖啊 但是其實我沒有必要吧 我就藏 我就藏就好了 7 6 5 4 3 我就藏完 然後 這個也不用立吧 喔 算了 我覺得還是把它立掉 不然它將來搞不好 搞不好這個硬搬進去跟我 打結什麼的 欸其實也沒有結啊 喔有啦 搬完 衝完搬這樣打結 我看我還是把它立掉好了 省得麻煩 喔 它也沒進來 那我右邊就圍了 欸不過這邊搬進去看起來是蠻誘人的 但是我這邊先圍好了 這個實控 可能也還有得收啦 沒有 沒有那麼快 這我要退嗎 還是說先搞它這個 不過我這邊自己也是還有一些些保衛 我是不是 這個有 這個局面有好到我敢去下這個嗎 7 6 5 4 3 算了我覺得可以啊 我覺得這個退本身還是蠻大的 當然它走這一手也是很大 雙在這邊喔 它是想要做壞事 雙在這邊 這個班戰很大 5 4 3 等一下喔 我現在沒看懂它要幹嘛 它雙在這邊是什麼意思啊 我現在沒看懂 它為什麼雙一個 難道真的要這樣子跟我殺 硬搬進來跟我殺嗎 還是我現在要把它立掉 嗯 還是穩健一點 可是它現在不會理由我 主要是現在這個是後手 喔 對啦 它頂在這邊 喔對 那還好我有去補 它也可以頂在這邊 我可以怎麼補啊 9 8 7 6 8 5 4 直接擠住看起來是挺ok的吧 ok 好 那就不用再擔心這塊了 不過它左邊班戰確實不小 甚至有沒有可能搬完夾 唉唷 搬完夾喔 有這種東西欸 我可能變成說要縮回去了 喔不過它也沒下就是了 這我敢站在這邊嗎 等一下就班戰又有東西 我看我就穩健一點好了 哇會不會穩健到最後就不夠啦 呵 又在烏鴉嘴又開始了 好啦 沒關係還好我們剛才這邊有補一手 唉唷 它真的還是想要搞欸 一路跳 沒這種東西吧 這個 這倒是沒什麼用 這種能不能脫先啊 確實是挺想脫先的 這個擋應該蠻大 我覺得它這邊還是 不管怎麼說總有一些保衛 然後這個班也是很大 這個應該是可以脫先吧 7 6 5 4 3 2 這個我擋下來好了 我一直覺得這邊還是不小 好 衝我擋它入進去 是覺得應該還好 沒有太多東西 中間這邊我得要去走了 走之前先斷一下 先尖一下 讓它這個 等於說交換了一手刺 這個貼到是不用 直接斷就好 這有點的味道 好 不過先不管好了 我這邊 這個班太誘人了 等一下我這邊會不會有保衛啊 9 8 7 6 5 4 3 2 1 等一下我用到剩一次了 最後一次獨秒 這邊有一點保衛 我看要不要先尖一下 貼出來 貼出來我可以印照住是不是 好像太勉強 算了我還是來搶這個好了 不然這邊再補下去 我覺得我會不會有可能控不夠啊 不要太優勢心態 因為前面確實局面我覺得 馬上出來 真的是 怕什麼就來什麼 怕什麼就來什麼 9 8 7 6 5 4 等一下接個時間好了 這搬桿嗎 不要跳過去 這印照住 在長 印照住在搬 8 8 7 6 5 4 3 2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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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完段 好像可以 或者單擠 哪個比較穩 好像挖段比較穩 這邊應該是可以 他如果單團 我會比較噁心一點 單團完 這邊有斑 單團我可能剛才也是要擠 不然實戰下這一圖的話 我就直接沾他就沒了 對吧這樣他應該直接沾就沒了吧 下面這邊也沒補上 這個就一路貼就爆了 好 OK 收氣 其實也不用收氣啊 我就煎回來也行 算了沒必要了就直接收氣就好了 這還有東西嗎 衝斷 衝斷 衝斷這個是什麼 打吃完爬他衝我貼住 沒用啊 爬就行他衝的話我貼住 幫我打 幫我斷 你主要下面這個還帶著一個 還帶著一個 這個提 所以他這邊不行 直接斷就OK 直接斷就OK了 好那我就提就好 應該沒什麼搞頭了吧 好 好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復盤一下吧 好那最後簡單回顧一下 剛才對局 一開始上面白旗夾攻過來的時候呢 決議認為我實戰這個先擺著的想法是OK 不過他拖先下的是右上扳完跨 好這確實也是局部常見的下法 那麼黑旗 白旗佔據邊心黑旗 好那後續再逼過來 這算是雙方常見的一種下法 好那實戰我直接打到左下的時候呢 白旗實戰這時候橫頂啊 決議認為也不太好 還是應該先長 那長黑旗搬的時候呢 這時候注意白旗肯定不能再擋下 否則黑旗跳出 白旗衝斷這個被黑旗給一口肝打死了 這樣白旗肯定不行 所以說在白二 黑二搬的時候呢 白旗這邊就飛一手 讓黑旗這邊沒辦法順暢的跳出 不過黑旗這個先搬的時候 白旗又主度下來 那麼黑旗靠的時候呢 這時候白旗還是不能來衝斷 否則黑旗斷打之後還是打死白旗 但是白旗可以先搬 那黑旗擠過來的時候呢 白旗應該就是補這邊 黑旗這邊暫時衝下的時候呢 白旗下面也是有檔二或者是 搬下面這都還可以防禦 總之這邊也還蠻複雜的 但至少第一手旗 白旗肯定先走在場完之後 飛這一手 那實戰這樣的話會變成說 白旗這兩塊有點難以兼顧 實戰拆到這個2 下面走好了 但是中間被我點完兼過來 這旗行白旗還是挺難受的 那後續的過程當中呢 我實戰這手沾 這確實不太好 因為沾完被白旗擠的時候呢 這邊黑旗還是有被挖打問題 所以我多花一手旗去補 這樣就落後手了 那決議 這個團在這裡啊 可以說是非常巧妙 就補好兩邊同時的問題 那麼白旗這邊要被挖斷 當然要補 那黑旗就可以拿到先手 中間繼續把頭給扭過來 這樣白旗繼續出頭 黑旗再回去補就好 確實他這個下法是非常好 但是中間有走好 這個頭有長過 頭有走過來 那麼左邊這邊有補到 這都是歸功於這個字團 省了一手旗 因為實戰我這個落了後手 中間被白旗拐過來 那這個頭就差很多 因為我回到左邊去補一手 那這被白旗跳過來 跟剛才那一圖 那個中間有飛到黑旗飛過來相比 可以說是天差地緣 那另外在前面這邊白旗拐的時候呢 決定我不見得需要立刻很穩健的回去補 而是可以走這個 同時要瞄準這邊要拉出來 然後同時又兼顧到左邊 那另一方面也盯著這邊立刻搬 可以把白旗這條龍給搬進去 這一手旗我覺得真的是 一石多鳥耶 不雅於那個耳刺之手 我覺得確實是一石多鳥的一手旗 好 那白旗拐過來後黑旗就順勢補 那麼白旗跳出呢 黑旗就把這顆子也拉出來 可以說是非常漂亮 你看這個旗 這手旗同時又起到一個 有點要補斷的這樣一個作用 因為黑旗這邊有尖的先手 所以白旗還衝斷不了 那這手旗真的是非常巧妙 決意下得非常好 那我實際這個可以說是 毫無妙味的一手旗 那被白旗跳過來這就差多了 那後續決意一直蠻強調 我可以正在這個位置的 那一方面也是要強調 有跳出啊有肩出 那另一方面當然是 如果能切斷白旗 當然也是有點給它施加壓力 白旗這邊先拆的話 那麼黑旗就真的來把它切斷了 好 那實戰B下面 那決意認為可以 白旗是可以脫先上面夾攻 那麼這裡它不是單點喔 而是走一個靠丸再連斑下去 這樣子讓黑旗給爬過了 不過我想說白旗不知道為什麼不斷耶 斷的話是可能覺得說 這樣子還得粘在裡面 那這樣頭好像出不太去 就變成 這邊白旗氣有點太緊 可能是這樣的意思 好 那實戰這個白旗衝明顯是一個蠻俗的下法 而且衝完主要是你也沒防到 這個點的問題嘛 這個衝確實蠻俗的 那再來這個跨更是明顯有問題 這就是單場就好啦 因為 這個跳啦 我剛才好像講跨 跳的話 明顯被我挖完之後 決意還是叫它要沾啦 但是這個沾 就整個把腳送掉了 我是覺得 它這時候 這個 勝率已經白旗太低了 所以就不用參考了 我覺得明顯不能送腳 那實戰白旗靠過來 我就把它關在底下 這樣子也是OK 不過這首長決意認為太緩 我應該先尖 尖完之後 這邊就不補了 然後 還是走到這個陣 這個陣還是蠻關鍵的一手棋 然後這邊還是叫我應該要先尖掉一下 然後尖掉之後 最主要我是想問右邊怎麼走 它這裡改成走飛 飛 飛我實在也有想過 但是我是想說 它衝完 不管說夾 或者是也有可能斷上來 斷上來這樣子型的戰鬥 我也聽到不清 那另外就是 它的變化是衝完夾 然後白旗也是後續要斷上來 這也是 蠻複雜的 這黑旗應該就是單拐 那看來是夾完再斷會比較好 單斷被黑旗還有山路跳出的余地 那也不一定 夾的話可以衝下 這樣白旗的腳更局粗一點 所以 這個 這局部也是挺複雜 那夾 這邊 我就想說沒什麼把握 那實戰還是走了這個傍晚跨 那這邊決意是推薦白旗斷 不過這邊 前幾手的變化可以說跟實戰如出一側 只是實戰它飛下去 那 決意是推薦應該單跳 不過這也差不多 總之上面黑旗要安定不難 那 那右邊黑旗就是可以起一鍋這樣子 我是覺得實戰這個下法也OK啊 不見得說要照他剛才用飛 那個飛被白旗夾也有點複雜 好 實戰白旗這個飛我自己是覺得也還行啊 只是說 後續的下法 白旗好像 讓我後來跑出來 活得有點 愉快 那 白旗這邊決意認為呢 可以先靠一下 他實戰是後來 比較後來才靠 那我這邊也是單退 因為你搬的話 就被白旗給利用了 不管說他長 他會留一個斷點 還是說他退 總之這邊就是會留一個斷點 那你要補的話 那上面就虧掉了 他這邊決意是用貼完直接長 那黑旗直接 搬完立下 這局部就是可以活 不過中間 白旗也有不少的潛力 那實戰白旗走壞的一個地方是在於說 我打過來了 然後他這個旗 這個沾 明顯是壞旗啊 那這白旗應該是要單體 因為 單體和實戰相比的區別很明顯 因為實戰就相當於 黑旗擋跟白旗團交換到了一手 因為他沾完爬過再打吃 相當於這個擋跟團交換到了一手 那麼黑旗免費交換到一手 對於這邊的眼位 就這裡產生出了一個鐵眼 那這當然是 有非常大的幫忙 因為你剛才 這一圖的話 那黑旗沒有交換到這顆 那等於說 上面連 好像連後手眼都沒有吧 因為你擋的話 白旗團可以夾進來 所以 這個 除非說跟中間氣景有關係 否則這上面局部就是 沒眼的狀態 那就差多了 當然黑旗往外跑應該 要火也是OK啦 只是說 那個 差那一個眼 感覺就差多了 好 實戰走到這邊 勝率又整個飆上去 不然 剛才到這邊 如果白旗有提到的話 那其實還挺不一定的 這個不到80的勝率 也還挺不一定的 好 那最後右邊 白旗也沒有洗進來 我覺得算是 就比較沒機會了 那 最後面這個旗 在白旗貼的時候 決議是推薦我可以大跳在中間 那 但是我 後來看一下 我直接這個罩住 這一手 好像白旗是跑不出去的 這一手 確實白旗是跑不了 那麼 衝就像實戰一樣 我就退 再衝我擋住 那決議的變化 他白旗也沒什麼招了 就 調出去 然後黑旗簡單衝斷 這白旗當然是 逃不出去 這邊 這個 尖的話呢 那黑旗也可以擠死 這樣子斷的話 由於下面白旗的補 所以這樣子 白旗還是來不及 那接下面也是沒東西 所以 尖的話也是會被 黑旗給尖死 所以下面這邊應該就是跑不了了 好 那這半旗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好看